我國進出口貿易在新冠疫情侵襲的兩年來不降反增 以今年8月同比去年進口額增長了12.5% 交易量達到742億令吉 至於出口額更是持續上行 卸下18.4%和共956億令吉的佳計 對我國出口量貢獻最多的三大國家 依序是新加坡、日本和美國 總共佔了54億令吉 統計局首席統計師拿多斯里·莫哈默·乌兹爾 今天透過文告指出 出口額今年出現雙倍數成長 歸功於本地出口和再出口貿易的上升 分別達到791億令吉和165億令吉的成交量 無論如何由於本地經濟活動疲弱 按月同比的進出口額呈現下跌趨勢 出口方面減少了1.8% 進口則下挫11.2% 貿易順差相對增加超過55% 我國進口量方面 中國以32億令吉位居第一 接著是17億令吉的印尼 還有排在第三的歐盟也佔了15億令吉 石油和電子產品兩者都是貢獻最多 進出口量的生力軍 其次是化學還有鐵礦產品 所以說我們的資料是在作為